为了要振兴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产业 行政院规划推出1000元换5000的振兴五倍券 包括纸本券还有数位券都有 不过呢就有民进党的立委认为 今年的疫情比去年还要惨重 就不要像去年一样了 民众得先付1000块才能领券 希望行政院直接让民众免费免条件来领振兴券 像是民进党的立委林俊仙就说 他赞同发现金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振兴就是要短期促进消费 要发有期限的票券 民众才会在一定时间之内消费完 只是现在很多民众可能真的拿不出1000现金 希望可以直接领券不用先缴费了 那么行政院则透露 为了考量中低收入户在经济上的弱势 会让全国约109万名中低收入户免费领券 规划会把1000块直接拨进中低收入户的账户里 让他们再去换卷来领 那么为了说明五倍券的方式 行政院周一也要跟民进党立委 来沟通说明五倍券的政策 请不吝点赞讯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